普及一下这个石神 基础我们的先都说完 那么石神呢 就是跟天干的关系 石神里面没有地质 要记好 那地质干什么用呢 它地质里面藏着天干 出来的这些东西 跟你的关系 年月日时 这个叫日主 代表自己 现在的派别都是这么来论的 那么古法呢 有的是看年柱为主 那叫根苗花果 也可以参照年柱 以后的派我们再说 那么比如说 这个阳干是你自己 叫阳火 明火嘛 太阳热火 那么旁边四处有一个丁 那么这个丁呢 叫杰采 他 为什么这么叫啊 他首先跟你同属性 像 这个 这个 姐妹一样 如果你是 男的 那么这个 是女性的 可能性大 但是负负负得正 有的时候也是男的 或者他的性格很阴 所以雄多吉少 他结的是什么财呢 这个丙 对于来说 这个根 这个字 我克着为财 这个是偏财 这个 就是说同属性的叫偏财 而异性相克 他 就有情了 阴阳 他是 这个 相对相反的 那么这个就叫正财 一般都是 正式上班啊 工作所得啊 这个正财 就比较的保守 比较的谨慎 你看你凸显在你的哪个方面 如果说是 这个 过重 过于拘腻这个 那么就显得没有积极性 那个偏财呢 就视为公财 大财 甚至 不一致财 所以这个 有好有坏 这个偏财 就不论吉凶 那么跟那个偏财相同的 还有一个叫 比肩 也就是 丙火他自己 成熊到底的 在这个地财里面又出现 那么 这两个 吉凶苍半 那相对于这个丁火 这个劫财 就是 凶多吉少 但是 如果你深入 这个反为奇 反为 不管天干 或者地财 如果地财就是 跟 有包括丁火的这些 比如说 卫图里面含丁火 那么 这个里面的丁 也叫 你的这个劫财 劫财是什么财呢 是这个偏财 因为 相对于 这个 丁火来说 庚是偏财 但是却是丁的正财 你说本应该是他的财 或者说他以为是 这个这个感觉上是他的财 有这个性质 那么 你把他拿走了 你是不是结了人家的财 这个财呢 又代表 我所克制物 自补这个七财 是同论的 我所能驾驭的 才叫七 然后 还代表一个产物 时尚生出来的 这个 就叫 偏残 一个结果 一个东西 那么 这几个 说完了 还有 甲乙 也代表印 一个是偏印 同属性的为偏 一属性的反而为正 一样 这个 搭配 干活不累 印 也叫 消印 消神 那么这个就是正印 真的 凶的多半都是急的 偏的这些都是凶的 除了这两个之外 比肩跟偏财 那么下节课 剩下的再说完